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王李仲彦 你有多久没有抬头仰望星空的呢 随着人类都市无名发展 点亮夜空的灯具密集出现 造成光害越来越严重 直到2012年 被誉为零光害关心圣地的和幻山渊峰 设立了第一个LED告示牌 掀起了天文同号的反弹 就怕这块净土也要沦陷 天文协会开始发起星空守护联盟 推广光害防治 虽然这个显为人知的光污染问题 可能带来生态续乱的隐忧 如今联盟推动已经过了6年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成效又如何 记者何廷欢 李世荣 曾如成的专题报道 1月深冬夜晚 海拔400多公尺的阳明山公路旁 台北天文协会人员 摸黑架设器 关心拍摄器材 强忍寒风 稳定战斗双手 仔细调整赤道仪对准机轴 机轴是要对地球自转的机轴 它的运作才能抵消地球的自转 旧盘能捕捉到灿烂星和景致 首先要避免拍摄时 受到星轨移动影响 必须先设定机轴正对北极点 此外还得侦测 关心最大敌人光害的严重程度 使用星空品质测试仪来评估夜空亮度 我们现在要用SQMG 来检测这边的光害背景数值 检测到的数值是16.53 这表示这边的光害非常的严重 相较于清楚看见星空 数值要20以上 阳明山几乎逼近最差值 全英卫山下这整片灯火与星月争辉 让城市北部关心朝圣地的 阳明山夜空蒙上一层光雾 星辰美景不在 阳明山早期的时候呢 是台北附近关心的一个好地方 那因为这些年来光害越来越严重 然后阳明山这边的关心 观测的条件就越来越差 很多路灯在做台湾 然后也增设了很多的路灯 只能尽量找远离灯光的地方 阳明山的话 在小油坑或者是二子坪那边的停车场 都还有机会做天文观测 不过想另觅观心地点 开车登上更高处 海拔800公尺的二子坪 甚至海拔超过1000公尺的大屯山顶 仍然避开都会去灯光 最近这样子整个大台北的光害 都容易漫涉上来 整夜驱车奔波依旧徒劳无功 因为阳明山除了气候影响多云雾 临近台北市区也饱受光害侵袭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 利用卫星监测得到全球光害地图显示 深蓝绿色代表光害影响较小 星空能见度高 黄色以至于橙红色 则代表多受光害冲击的都会区域 而从2013年起 阳明山国家公园范围 原本还保有深黑蓝色的区块 2014年变成浅蓝跟绿色 接下来两年时间 蓝绿色区域已经明显缩小 到了2017年 更是被大量黄色高光害区包围 直到2018短短六年时间 整个阳明山几乎快被一片赤红的重度光害区 来自台北市城市光源吞噬 北台湾光害问题迫在眉睫 但稍微往南走却有不同光景 万点繁星 璀璨漫天 荷花山这片闪耀夜空其实守护不易 近六年光害地图清楚看出 受到观光产业兴盛 大量游客涌入带来影响 左侧普里光害范围也快速蔓延 尤其2012年起更因渊风设立第一个LED告示牌 清静区域大量设立铝速 增设的照明设备让显示为黄绿色的光害区块 扩散到清静地区 就连右上角荷花山也逐渐从零光害的一片黑 在2016年起至今被逐渐包围 暗夜星空失守困境来自于南投好山好水 所带来的观光商机 财入夜秋货间灯火点点亮起 如今清静民宿林立 路灯广告招牌少不了 让天文同号意识到这块净土即将沦陷 不愿阳明山光害危机历史重演 由台北天文协会理事刘志安 网路发起守护星空联盟 我们整个中央山脉 尤其是和欢山这一带 它在整个东亚地区 它的星空顶值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 我们不知道好好地去珍惜它 没有好好地去保护它的话 那它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就怕光害冲击环境 根据国际岸天协会IDA定义的四种光污染 来自于人造光的任何有害效应 包括炫光造成视觉不适 天空辉光让夜空异常增亮 光侵扰是不需照明却遭光线打入 破坏了原始生态环境 而杂乱光则是光源聚集令生物混淆 这些光污染不但导致夜间冻植物生理时中混乱 也造成生态灾难 就连人类也可能因吞黑激素 无法在黑暗环境中正常增长 破坏人体健康机能 亮就是漂亮嘛 大就是多就是美 那造成说其实现在的光是多的 而且有很多炫光照出去之后 它除了我们灯本来是讲说 只是一般的照明嘛 不要有危险 但是现在的灯已经多到一个伤害到 野生动植物 甚至就是对我们人体 都有一个程度的一个伤害 我们推动那个渊风保护 新空保护区 就是要规范一些那个 人为的灯光使用的一些条例 然后来限制 限制那个人为光害的一个影响 然后让新空的状况 可以保护它的美丽的新空 2013年起 新空守护联盟与清静观光协会 一步步推动光害防治 并转型观星观光模式 在地民宿业者也体会到 观光商机不能短视近立 维护自然环境永续 路才走得长远 包含我们地方居民的协调 然后地方业者的配合 以及清静农场的这个 这个产本部的总体的规划 营造相关等等的东西 那包含我们刚刚所提到 它光害的改善 我们从灯泡它的色温到瓦数 到它的这个功率数的改善 总体的友善环境的改善 要把这个美丽的星空留下来 所以呢我们就在清静 配合清静原来的一些活动 就开始推了一些天文观星的活动 那我们号召了很多的天文志工 都义务的来这里 帮我们做一些天文活动 对整个南投清静的旅游 是有加分的 而且符合未来的一个潮流 保护渊风美丽星空 让我们后代的子孙 都可以来这边看到美丽的星空 守护清静星空行动一推六年 2017年更成立渊风星空保护区 它的标高大概是2750公尺 那在那个大气的一个优质状况 每当晚上的时候呢 它的星空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我们就是选定渊风这边 来作为一个星空保护的一个示范区 那它不但可以照顾到 渊风附近的一个一些夜行动物 它的生态 然后也可以把美丽的星空保护下来 但却受限于当前 台湾各县市政府单位 长期忽视光害问题 并无制定相关保护法令 造成推广至爱难行 我们到现场去 跟他们盘点灯具 希望他们换了灯泡 希望他们给我们一些断定证明的一个证明 大家都不敢 公部门有一定的行政流程要走 那我们更希望就是说 由中央这边直接就是召开一个宣导会议或一些政策 让公部门实际上知道说 这件事情是整个国家政府的一个执行政策 我想这样会快一点 要透过议会来拟定地方的资质条例 我资质条例为一计 我们在推动方面就有一个法源 那未来这都是透过资质条例来拟定以后来分空进行 所以难度非常高 不过它未来的发展性非常大 所以沿河世界对于暗空的一个规模的推动 南投县还是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所以暗空公园应该是非常恰当 2018年起南投县府开始拨经费 争取加入推动全台唯一何欢山暗空公园 并在7月向国际暗空协会IDA正式申请认证 好 再来喔 已经持续努力了两年 那我们跟IDA申请了 希望成为台湾第一个暗空公园 我们目前主要就是有增加了一些工程 就是要做冤风的一些改善 包含关心平台 还有当地的一些硬体条件的改善 也拜访了那个IDA的总部 那主要我们就是了解到 推动暗空公园这件事情是 一个长期性的工作 不是认证完之后就结束了 就我们还要持续跟当地的居民 共同来加强这个光害防治 为了展现诚意 南投县府甚至率团远赴美国 亚利桑那IDA总部拜访请议 力拼成为亚洲第三座国际暗空公园 展现官民合作 共同守护暗空的决心 也让这片宝岛璀璨星空 能闪耀世界 享誉国际